有的人对吧之前就说啊乌克兰的人口比例女孩7男孩3然后美女多啊现在什么 当然这个梗都被玩烂了一出点什么事比如比赛输了就说啊收的那个什么那个负责什么安慰心碎的姐姐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这种 然后人家那打仗了你也整这一套啊什么这个收留什么乌克兰的美女啊我现在怎么怎么样 我我我先不说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开玩笑啊因为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抱着一个点了个赞或者转发了一下他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你的格局的认知在这呢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你稍微往山了想一点我就问你一句最现实的话哪怕你没有上过鞋 你配合你凭啥 就是同样乌克兰100个美女 所有人都想把他们接过来保护他们凭啥跟你走 你凭啥把人接回来你能给人什么 你在当你在当地你说完了你那笑声说母你那一日三餐的问题你找个女朋友都都是恨不得是你一生追求的梦你还好家 我要找个乌克兰的怎么怎么样你是你心真大这我觉得就有点扯了这就跟那个街头采访老大爷似的啊大爷你要有一千万怎么办我全捐了啊你要有自行车怎么办不行我有自行车就这个道理 这点说话不要疼好吧